今天早上7點40分 在國道3號北上192.1公里處 那發生一起交事故 那經過我們遠景道現場的時候 發現是有五部車 那是有一部自小貨車 它行駛在內側車道 那可能沒有注意到前面的車輛 就碰撞前方的車輛 導致這起事故發生 那經過我們遠景道現場的時候 對各照駕駛實施酒測之後 酒測只都是離床都沒有喝酒的情形 那前面的車輛有一部車的駕駛跟乘客 因為有受傷 那所以有差錯傷的情形發生 所以我們經通報119之後 不叫救護車之後 現在是送到龍總去治療 那目前的話是沒有什麼大礙 我們請止的通報 那在203.4公里處那邊是有發生另外一期交通事故 那那一期交通事故是六部車的事故 那我們遠景道現場去處理的時候 那是因為 因為準備要下快關交流道的減速車道 那車輛循序在下交流道的時候 那前面的車輛有看到有狀況之後 他就緊急有反應有踩剎車 那導致後方的車輛可能沒有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的情形 那導致車輛就碰撞到車子之後 後方的車輛 閃避一樣也是反應不及 然後追撞上去 那造成這期 事故總共有六部車的事故發生